普通有人丟水溝 上週統神電台關於法律環節你有聽得懂嗎? 還行吧 一些關於 簡單的法律常識我還是有的喔 而且那個人是統粉你們知道嗎? 在那個節目開始之前 我有先跟他聊天一下 然後他說他從學生時代還是什麼時候 開始看統神的實況 然後看到現在他自己當律師了 那這樣子其實也看好幾年 因為統神確實也實況好幾年了 然後我就在想說 那個聊天室裡面也有一些是從什麼 學生時代開始看 然後看到去當兵 現在也出社會開始在上班了 有嗎?有這種人嗎? 聽到的時候就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所以真的有一些主播那種開很久的 真的是有陪伴到大家的人生成長 路程是不是? 所以那個聊天室平常在嘴炮在那邊說什麼 什麼主播我從小看也實況長大的 這種其實已經不再是嘴炮了 以前可能是 但現在已經不是了 以後會有從女僕時期注意到現在的粉絲 有啊 我那天去那個阿克蒂亞的時候就有人說 他是從我一開始在女僕咖啡廳工作的時候就認識了 他還有以前的照片耶 你們要看以前的照片嗎? 而且他的那個照片是在那個電腦上面 我以前是捲頭髮 捲捲的頭髮 反正就是這樣啦 好年輕 現在也很年輕好不好?講什麼呢? 但他是說據他的說法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他是覺得我是長相是完全沒有改變 我就是那個矯正牙齒然後可能臉型有變吧? 以前就比較嬰兒肥 然後矯正牙齒之後嬰兒肥 不要沒那麼嚴重 唯一不變的就是身感 不是不是說我應該有比較高一點 不是人都是會緩慢成長的不是嗎? 只是不多而已 然後那時候我還有跟Cucu聊到就是 他知道我有去跟一些女僕咖啡廳合作 就有回去當一日店長啊 然後就開始在聊一些那個店的八卦 或者是他們以前的什麼事情 然後一些 反正就是一定會有歷史嘛 有一些店就比較久了 我就覺得 喔好懷念喔 以前上班的時候 確實就是跟店裡的同事 然後聊別間店的八卦 或者是聊Cucu圈的八卦 就以前都是在做這些事情 他還有跟我說 赤鬼以前好像也是在女僕咖啡廳工作的是不是啊? 欸不是在女僕咖啡廳 就是赤鬼以前在玩Cucu圈的時候 好像不是叫赤鬼 叫別的名字 然後又有說他以前的事情什麼 不過不是八卦啦 他又問我認不認識赤鬼 然後我就跟他說 嗯算認識 就聊了一些以前的事情什麼的 反正我就是那一天 蠻開心的 就想到了很多以前的事情 就覺得 嗯 長大了 你們不會有一種 遇到以前的同學 或者是以前認識的人 聊了當年的事情之後 後來有一種 嗯 自己長大 或是那個啊 遇到以前同T的怎樣 然後聊以前當兵的事情幹嘛的 就會有一種 嗯 長大了 的那種感覺嗎? 然後那天還有很多是那個 第一次去女僕咖啡廳的人 反正我現在就覺得 女僕咖啡廳的文化已經越來越 被大家接受了 媽 我也不知道欸 以前都會覺得開這個店 保證就是導電啊 而且以前的店沒有那麼多 現在好像蠻多的 北中南都有對不對 台北不知道就幾間的耶 然後閱讀就是 南部霸主嘛 高雄霸主 一直都在那邊 以前去那個打工的時候 媽媽還會問說 那個殺小 還會想 到底要怎麼跟媽媽解釋 或者是要怎麼跟朋友說 欸 你的朋友就問說 你在哪裡打工 你跟他說女僕咖啡廳 他就會有一些 既定的刻板印象 你知道嗎? 可是現在的刻板印象 好像已經沒有這麼嚴重了 一定還是有啦 媽媽不會認為是一種八大行業嗎? 一開始的時候 我感覺他好像有這麼覺得 然後那時候 我還跟他說 你如果覺得很奇怪的話 你可以在我工作的時候 然後去那個工作店裡那邊看 他就還真的 帶了他朋友一起來看 然後我還請他吃東西 而且以前也沒有賣那個 就是不會有拍立的 然後在牆上 然後賣什麼周邊這一種 我們以前的那個 東西沒有那麼複雜 以前就是來用餐 然後拍拍立的 欸以前也沒有畫蛋包飯欸 是後來才有畫蛋包飯的 然後拍立的的話 也是比較後來才有 一開始也沒有拍立的 因為後來就 覺得 既然店裡面已經不能拍照了 不拿照片來賣 好像是另外一個收入 所以也是後來才有拍立的 沒有引進日本偶像女僕 對對對對對 後面的女僕還要會跳舞對不對? 還要會什麼才藝表演 就是那個菜單上面 可以點某一位女僕的才藝表演 以前完全沒有這些東西欸 完全沒有 樂器會跳舞嗎? 不會啊 我們以前不用會跳舞啊 現在要那個練團欸 現在要有一個 大家一起練舞的時間 然後可能某一些特殊的時候 要拿出來 每一位女僕都要會跳 以前是女僕的時候 有人要你唱歌嗎? 海風一直接連著沙 你卻錯過我的年華 欸完全沒有欸 不知道是為啥 他們可能有感應到什麼事情嗎? 我不知道 以前的價格跟現在沒差多少嗎? 差多了吧 我們以前低銷是90塊欸 現在低銷應該至少要200或300了吧 就是以前低銷就是一杯飲料的錢啊 我那時候就覺得 幹超貴的 你就點一杯白吃飲料 然後要90塊不知道什麼意思 現在發現 喔每一間咖啡廳 其實都是這個價錢喔 我們算是很佛心 難怪會倒電 哈哈哈哈哈 且慢 你到底訂閱了沒啊? 還沒的話趕快按下訂閱的鍵 而且我們現在還可以加入頻道會員囉 頻道會員可以幹嘛呢? 好像也不能幹嘛 可是可以很直接的支持我喔 趕快加入 讚讚! 打卡用的咖啡廳很貴 你說那有網美咖啡廳喔 我是超級少去那種咖啡廳的 很多那個 網美他們會自己去拆點 就是他們經營的一種方式 就去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然後拍照下來 他們的流量是來自於這些介紹文 確實會有人會去發掘一些那種好吃甜點或幹嘛的 我很喜歡吃甜食 可是沒有到會想要自己去發掘甜點 那種方式人家說 喔這個真的很好吃什麼的 你有吃過很好吃的提拉米蘇嗎? 提拉米蘇就是提拉米蘇最好吃的不是嗎? 欸他那間店叫啥啊? 他是就叫提拉米蘇嗎? 那間說外觀..外觀像提拉米蘇的蛋糕 所以他不是提拉米蘇啊 對不起 那提拉米蘇是什麼? 提拉米蘇的定義是什麼? 下面是手指餅乾 啊腳趾不行是不是? 腳趾有香港腳的疑慮 還是有人很認真回答我啊 奇怪欸 那你知道黑森林蛋糕 也一定要有櫻桃跟櫻桃酒嗎? 我完全不知道 黑森林蛋糕上面不都是巧克力屑嗎? 巧克力屑 酷酷的鮮音格 台灣不同地方吃的口味會不一樣嗎? 完全不一樣啊 你跟你隔壁鄰居吃的口味就不一樣了 應該不用到分縣市喔 吃隔壁鄰居的老婆那口味就一樣了 隔壁鄰居的老婆那是真的好吃 說的是地區喔? 地區一定會啊 地區不一樣的地方一定口味不一樣吧 這不是普天下都是嗎? 難道你們的口味都是一樣的嗎? 不可能吧 像台灣口味就分三種 北部口味 南部口味 月溪 哈哈哈 月溪也是一種口味嗎? 不是啊 月溪的口味 不需要獨特的到是一種口味吧 你吃東西超級麻煩 我的人生最大的樂趣就是吃東西啊 所以我一定挑啊 啊不然我也沒什麼其他的嗜好 或者是喜歡買東西或什麼 那個我也沒有 我覺得吃東西沒有品味之分 就是你喜歡跟不喜歡而已 沒有什麼 他吃的東西好有品味喔 完全沒有 月溪 尊重每個人口味都不一樣 還是月溪 那種東西到底誰會吃 不是我就說說 啊如果你們真的要吃 那也沒有辦法啊 就就不吃香菜 香菜我可以啊 香菜在豬血糕上面就可以吃啊 反正就是在對的地方就可以吃啊 香菜就是要配鬆響泡 蛤? 鬆響泡有什麼屎? 我而已我而已我而已 泡麵就只有微粒雜醬麵可以吃喔 那鬆響泡會比較好吃 那現在不好吃的泡麵有什麼? 其實我覺得泡麵又難吃超級難的耶 泡麵就是一大堆辛香料 那種調味料 化學的東西 要怎麼不好吃我沒想到耶 就是他頂多只是普通 他不會到很難吃吃不下去吧 你都已經化學了 你都已經試用這種人工的方式了 然後還要犧牲自己的健康 你還把東西弄得不好吃 那也真該下地獄耶 如果有一個廠商 或是那個什麼食品廠 把這個東西弄得超級化學了 要犧牲健康了 要洗腎了 然後還不好吃 幹真的是超該下地獄的 喂我們晚餐要吃啥? 反正就是有什麼吃什麼? 要麻醬麵嗎? 喔我不吃麻醬麵 還是日式豬排飯? 我不吃日式豬排 那漢堡呢? 我不吃漢堡 不然咖哩飯? 完全沒辦法忍受耶 好啦回轉壽司如何? 搞什麼?! 你這麼想要吃店 ガ人吃牠 然後再到嗎? 吃牠 覺得